據我所知呢 其實在一月份的時候 一月初就有十幾隻 十四隻的一個軸心來到了台灣 那它是分兩批 那我們議員基於監督跟市場 監督的原則 我們希望的是說 不要未來他們認為都可以了以後 又發生任何的變故 因為我們的想法是 雖然說今天檢驗這個新的軸心 新的軸心它也拉 有提高的強度 但是我們民進黨團議員 有很多的疑問跟質疑 很希望可以直接跟北捷的工程人員 還有相對的他們邀請的專家學者 來做一個面對面的 一個直接的詢問跟了解 清楚說是否真的只是軸心的問題 而其他的部分就都沒有問題了 不然之前大家都覺得很好 沒有問題 為什麼事成了就出問題 所以呢我們還是想要去現場視察 來一探究竟 就這麼想要去哪一探究竟 這張是一個人的問號 有問題的性能 有問題的性能 就是一探究竟